他本是闯亡身边的梁将 却在遭到怀疑后骗走对方妻子 他就是明末星平伯高洁 那李自成妻子为何愿意跟他走 这二人最终结局如何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走进这段明末历史 李自成原是银川驿站的一名义族 领着微薄的薪水度日 崇祯元年 在皇帝决心精简驿驿站的时候 他一弄丢了公文被裁辞了职位 失去生计回到老家 当起了普通百姓 也是在这之后 他的人生迎来了巨大转机 明廷也迎来了他最大的危机 在这个官兵民返的时代 李自成为求生存 也萌生了起义造反的心思 崇祯二年 他在汉中加入了王左挂的农民军 后又辗转到了山西 投奔了旧父 也就是闯王高营祥 正是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刑事 开始了又一段婚姻 在刑事之前 李自成已有过一任妻子 他就是韩金儿 韩金儿与他同乡 美艳而淫荡 在与他成亲前 两次当了别人的妾室 最终呢 都因偷情被赶回了娘家 他并非不知他有失负得 但他要图他掌的标志 还是把他迎娶进了家门 后来 他与盖虎通奸 正好被他撞见 他追不上奸夫 扭头奋而杀妻 也就重新成了单身汉 他遇见刑事的时候 刑事正遭农民军劫掠 从他人妇沦为了阶下囚 他家住林兆府城外 创为银川一城之女 因农民起军劫掠俊献 官兵无力抵挡 他作为姿色出众的美妇 也就迎来了劫难 被掠到起军中成了俘虏 和他同等遭遇的 还有另外四位美妇 他们是赵氏 渔氏 安氏和乌氏 但五人中 刑事最为貌美 因此呢 他也成为众多起军将领 争抢的对象 闯王高影响 也有意纳他为妾 但其机报事 极度成性 多加阻拦 他也就按下了心思 事实李自成正好来头 他就做主 把刑事给了自己的外甥 李自成呢 也就和他成了夫妻 有韩金儿通奸 作为前车之舰 在迎娶刑事之后 他也对他多有监管 外出打仗时 宁愿带上他 也不愿将他留在更安全的后方 夫妻的分工一般是 他在战场奋战杀敌 他在大营内助手 负责管理军用物资和分发军粮 他勇武聪慧 到了大营也不是镇定 做事来井井有条 将后勤事务处理得很是得当 也因此呢 受到了李自成的喜爱 受到了迎冲将领的尊敬 为自己挣得了可以喘息的空间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非他所愿 因为对他来说 大营里的生活甚是孤寂 李自成要他随军 却常常在外打仗 久久不归 两人数月都不能见上一面 他也就失去了随军的意义 越发想离开军营 去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偏偏两人地位不对等 他不能拒绝他的要求 更不能反抗他的安排 心里也就越发压抑 打着消磨时间的主意 他想要和军中女眷闲聊 可惜的是 军中女眷稀少 谈得来的更是没有 军中部将为了避嫌 更是远远便绕着他走 时间久了找不到人说话 无聊至极的他也有了怨对 事实上 他并非看不懂李自成真正的态度 他略他为妻 有的是强盗的习惯和肆意 看重的是他的美色 满足的是生理需要 对他本人呢 他从未真正以妻礼相待 这对极重贞结理智的他来说 其实是一种欺辱 同时 作为被掠来的明朝百姓 他对农民军的观感本就不好 对其命运前程更是持有怀疑 这是他后来背叛他 转而和高杰逃跑 降明的很大原因 高杰是李自成的同乡 两人在重臣二年一起走上了起义造反的道路 他打仗勇敢 年轻有为 跟在李自成身边也有良将之名 可惜的是 重臣七年 他没有及时回复李自成的信件 有围城两月都没法攻陷城池 就遭到了李自成的怀疑 被调离了前线调回了军营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的仕途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有了一阵失忆的时光 但是不管是他还是李自成都没有想到 他回军营之后 会和刑事有了一段情谊 当时他来到刑事的营帐里交服宴河 就和刑事有了见面 刑事勇武聪慧 年轻貌美 他又说话讨巧 伟岸俊俏 两个同样失忆的人 在越来越多相处中 渐渐生了情谊 最终背着众人走到了一起 和刑事有私情后呢 高杰又高兴又担心 他高兴自己能够得到这样一位美人的青睐 在男色上胜过李自成 但没没想到 被李自成发现的后果 他又总是心生恐慌 沉浸在极度害怕的情绪里 甚至还想过 用自杀来逃避现实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优惠 原本就想逃离 李自成和农民军的行事 更是抓住机会 劝说他和自己一起叛逃降民 他有过矛盾和犹豫 但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也为证得更大的虔诚 他最终还是被刑事说动 崇祯八年的七月 高杰趁李自成不在 带着刑事和五十名家庭叛逃 又向红城仇投了降 后者 正是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 主要军事统帅 李自成回到大营 听说高杰拐走刑事后 很快带兵追在了他们身后 想要赶在他们投降明廷之前 把他们拦下 可惜的是 李自成不敌红城仇 两军交手之后 李自成战败 只能无奈返回 高杰和刑事呢 也就躲过了被追回的危机 降明之后 高杰被安排到 名将贺人龙的部下供职 后来还成了游击将领 和农民军多有交手 为明廷镇压农民军 做出了贡献 期间刑事既是他的贤内住 为他生下儿子高原爵 替他处理家庭大小事务 开始他的谋事 帮助他治理军队 协助他分析朝政 他才能一心打仗 屡有圣计 得到朝廷的看重 后来 清军南下 夫妻俩决定继续追随南明 南明皇帝为振奋军心 大家封赏 高杰呢 也得到了星平伯的封号 在扬州被赐了府邸 只是在此之后 高杰放松了对部下的约束 导致其部下常常掠杀百姓 夺取财物 激起了很大民愤 刑事将情况看在眼里 一边劝说他约束部下 一边揽过了整肃军纪的重任 他号令严肃 将士们大多敬重 而且畏惧着他 也就约束了行为 百姓才得以恢复安定的生活 因此 刑事在扬州多有美名 永昌二年 高杰出兵抗清 却被诱杀在了衰州 他死后 部下大乱 不愿再听从其他人的调度 而原本可以勉强约束他们的部将 也为了称雄称霸 争夺出头的机会 不顾大局 开始相互残杀 关键时刻 是刑事出面收拾了残局 他在军中素有威名 又颇得部将尊敬 他出面后 上上下下都愿听他命令 受他约束 原本的乱局很快平息下来 只是呢 他虽受到部下推崇 在南明朝廷里 却不受广泛认可 比如兵部尚书 石刻法就有意让他继续回到幕后 让高杰外圣走到台前 接过高杰的位置 但南明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而是下令 让将士们继续听他调度 这样一来 他就在名义和实际上 都接过了为幼子 为部下谋前程的重任 他善隐忍 尽管清楚 石刻法对他以女子之身 掌管军队有意见 但为了幼子的前途 为了拉近部队和兵部的关系 在听闻石刻法没有儿子之后 他还是主动嗜好 想要让幼子认他为义父 只是呢 他不想他多谋 也不愿违背心意去接受他的嗜好 很快就以高杰是刘寇出身为由 拒绝了他的提议 不过 他们也的确不是一路人 后来清军攻克了南明首都南京 他不愿投降壮烈殉国 他则为了保住自己幼子和部下的性命 带领他们一起投降了清军 他不愿投降了清军